这边有1,Unlocation Changed 当我的位置改变的时候,我要做什么事情 还有Unprovided Disabled,Unprovided Able,Unstated Changed 总共有四个方法 这四个方法,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列习里面不需要全部实作 我只要做一个空的 需要改变的就是当Unlocation Changed的时候 我就可以取得什么,它会传来参数,传来什么参数 传Location 我可以取得Location之后,我就可以判断说 它到底是不是在这个座标之内的 所以这里的话,我需要做哪些判断呢 这边的话,我需要做几个判断 这边我已经写好的,这边总共几个 第一个呢,取得坐标 取得几个坐标 第一个呢,我取得晶纬度 晶纬度的部分的话,我就取得什么呢 取得Location,传过来的话,用一个方法叫Gate Latitude Gate Latitude就取得这个词,它一个Double 那取得纬度也是Gate Latitude 那再来的话,做一个判断 那判断部分就是说,如果精度在这个范围之内 而且纬度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我的TestView里面的讯息怎么样呢 改成什么呢,改成在东南科大之内 反之的话呢,我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在东南科大之外 OK 然后我最后呢,多做了一件事情 因为像这一题,真的很容易搞得头昏脑脑 尤其是晶纬度 光这一题,真的花很多时间 才终于把它做出来 那里面的话,我都会做一件事 就是我把它Touch出来 Touch什么呢,精度跟纬度 让我在Debug的时候比较清楚 OK 这边的话,我想,等一下会再把这个程式码把它贴上来 那各位大概先做一下 第一个,开启我们的这个Main Activity 里面的话,请各位先做这件事 Imprimates, Location Lesson OK 那另外,当然我之前 这一题实际上是从那个 我们的这个308题 延伸出来的 所以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308的这相关的设定 308,那这边有一个有注解的 OK,稍微看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今天我们的这边 www B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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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k 感谢观看